第三名的交叉淘汰赛 是C组的第二名奥地利对阵D组的第三名希腊队 现在第三主力都已经出场了 分别是希腊队的齐奥卡斯 和奥地利队的加尔多斯 穿蓝色上衣的是希腊队 穿红色上衣的是奥地利队 这就是奥地利的加尔多斯 刚才我们看到希腊队的吉奥尼斯 也是一位小球选手 这位齐奥卡斯的成绩也是不错 在47届视频赛上 他在男子肯打的比赛当中曾经进入过16强 在16强的比赛当中是输给了孔令辉 这个齐奥卡斯好像出来的少一点 也可能这个齐奥卡斯的水平会比吉奥尼斯好 也许这个希腊队的他的排阵呢 可能是想到格林卡如果拿两分 然后齐奥卡斯用他的二号阻力打他三号阻力再拿一分 可能这样会这样可能有机会赢 对 也可能他会这么反抬一下 对应该是这种想法 因为齐奥卡斯呢 他比这个吉奥尼斯啊 要成绩要好 嗯 他在士兵赛当中是进入了16强 在16进8的比赛当中 输给孔令辉 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了 对 而吉奥尼斯刚才那场球 我们看他确实发挥的不太稳定 有记 就是刚才在第二盘的时候 吉奥尼斯对施拉格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施拉格打得有多么的好 对对对 拿下了这一分 对 而是吉奥尼斯呢 可以说是把胜利给送给了施拉格 对太可惜了 这个如果希腊队刚才这场球 如果能够拿下的话 可能就 就已经 大有希望了 但现在还很麻烦 很麻烦的 假如说你看希腊队刚才这盘球 吉奥尼斯能够战胜施拉格的话 格林卡拿了一分 然后吉奥尼斯刚才拿一分 那就2比0 那么第三 第三场就是这场球呢 你看齐奥卡斯 他的水平应该是比吉奥尼斯强 那么抓奥地利的第三单打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萧球的时候有时候很难说的 就是说如果对手打萧球确实很好 嗯 那你萧球你也也就很难对付了 你你想刚才的白俄罗斯对韩国 嗯 那个白俄罗斯那个那个 呃呃 攻球的时候打萧球打得出场 但是打攻球不一定能打得这么好 现在场上比分6比6 您刚才听到的点评呢 是来自于国家队的教练 陈滨指导 也欢迎在比赛的同时呢 您发送手机短信48移动用户到8006 连通和小连通用户呢 到9999266 加入世平赛的直播互动 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随时呢呃 向陈滨指导提问 而每次直播呢 我们都将会产生5名幸运观众 来分享1万元的现金大奖 每队选手在比赛的时候呢 还将会有2名幸运观众 获得签名的提高球装备 来自于国家队的直播 那么参加这次世界平方局紧张赛团体赛的队伍一共有200支 其中男队呢是113支 女队呢是87支 那么无论是男队和女队参加这个夺冠组 也就是有资格决注冠军的队伍呢 一共是24支 那么现在呢这24支队伍呢是分成了四个小组 现在小组的第一名都已经出来了 男队呢是中国队韩国队德国队和中国香港队 他们都已经步入了八强 那么你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也将会进入八强 这是小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交叉淘汰赛 另外女队的成绩呢也已经 小组赛已经全部进行完了 八强分别是中国朝鲜韩国白俄罗斯 日本匈牙利中国香港和奥地利 那么在上半区进行半决赛的两个队伍呢 他们的成绩也出来了 中国队是轻松的战胜了朝鲜队 首先获得了一个进入半决赛的位置 另外呢韩国队呢是输给了白俄罗斯队 那么中国队将和白俄罗斯队进行半决赛 另外日本队呢在下半区是战胜了匈牙利队 日本队获得了半决赛的资格 他们将会和中国香港队和奥地利队的胜者来进行半决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齐奥厨师啊 他的公式不如叫李宗盛 但是他有个特点 他就是可以导版小球 如果大家注意看 他有的时候会用黑的刀镇手 看到没有 所以红的 所以红的 看说明这两面的胶皮性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但是你是从这个打法上来看的 这个孝卡斯啊 他的这个打法就比这个 叫李宗盛要落后 几乎在第一局当中就没有公式 那这样第一局呢 是奥地利的加尔多斯先生 11比9 我知道这次视频赛呢 咱们中国队是去了六位教练 男女各三位是吧 男女各三位 然后呢 运动员呢 大家都知道啊 参加视频赛报名的 你看是各五名 男女各五名 就十个 另外还有 好像还有后补 没有后补是叫 观摩 应该说是去观摩 有陪练的运动员 有观摩的教练员 那一共是去了16名运动员吧 对 应该是五十 差不多 对 你看除了这个 十名 十名参加的运动员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你看男队是王浩 王立琴 马林 陈启 和 马龙 马龙 对 女子呢 是张一银 张一银 王楠 王楠 郭月 郭岩 李小霞 对 另外 陪练 你看王建军 王建军 好帅 好帅 还有王正 王正 对 王正 孔定辉 孔定辉 对 四个男队员 女孩呢是曹真 女孩是曹真和陈琴 六个陪练队员 五十六个运动员 另外呢 还有六名教练员 对 去的六名队员呢 都是不同打法 就应该说是一人一个打法 这样呢 也是中国队呢 到了德国之后 能够很快的 适应各种共同的打法 对 就是你在 这个七千亿里边去的 先到了奥地利 对 前奥地利队进行了和练 然后呢 他如果赛场以前呢 还会用这种 根据对手的情况 拍各种打法 上去进行表演 您昨天来到台里之后 我听到有小队员 跟您打电话 您就嘱咐他们说 明天早上要看比赛 有这个克罗地亚队 和韩国队的录像的重放 您嘱咐他们八点多钟 就要起来看这个录像 是啊 那么既然就是留守的运动员 他们在队里边 现在都干什么 每天怎么训练 还是看比赛 我们就是 根据比赛的情况 进行训练安排 一般安排在中午的 一点到四点 这个时间 因为上午呢 是头一天晚上 他看得比较晚 所以他就得要休息 正好昨天上午 这就是昨天的上午吧 他八点钟有一个重放 所以他上午他又看 看了以后 我们今天下午是 一点四十五到四点十五分 是练习 练完了就接着看直播 接着看四点钟的球 对 因为咱们这个直播呢 都是从下午的 每天下午的四点 一直到凌晨的四点 对 然后四点钟看完了以后呢 中间有一个间隙的时间 等到七点这一场开始 四点钟完了 然后他这个时间呢 就可以练习完 洗洗澡啊 这样休息一下 而且有的小队员们 小孩子他比较 比较睡这样的 他就让他睡会儿 七点钟再看 看完了以后 四点以前再睡一下 因为今天的晚上比赛呢 就是一点钟 还有男子比赛嘛 所以他还要 看这一场球 那队里边都是 现在正在看比赛呢 一定都在看 我们都把它都 在分到一个房间 一共分到两个房间 男子一队在一个房间 这个男子二队的一个房间 女子一队一个房间 女子二队一个房间 这么看 教练都陪着队员一块看 就是边看呢 边讨论 然后也布置了队员 带一些日记本啊 这样让他们做一些 看球当中的一些感想 一些记录 比如这看球啊 我想啊 比自己打球 可能得到的体会 和收获还要更多 应该是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 有心的议论员的话 你会通过看球 来跟自己的技术相比较 或者说把它当成 你将来的对手 所以我想现在这个 热爱乒乓球的观众啊 在半夜收看 视频赛的观众 一定不会感到孤单 因为咱们国家队的 所有的队员啊 都和您一块 在关注的视频赛 因为德国和咱们 这个北京时间呢 有六个小时的时差 他们是每天上午十点 开始比赛 也就是咱们每天 中央台呢 就是每天上午四点 就开始直播这个比赛 因为有蔡萌和杨颖 在前面主持一段 就基本上从三点四十 我们就开始为大家直播了 那么这样的 就是从四点到七点一场球 然后呢 从七点到十点 就是每隔三个小时一场球 每天的一共是四场团体赛 然后加上一些 重放的那些比赛 我们也要看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厂次 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是很重要 就是欧洲 比如说二流水平的 或者是有一个一流水平 它有两三个二三流水平的 咱们就有时候很难看到 就通过这种重放来看到 如果你对它们 有一个了解的话 一旦出去打的话 就没有准备 所以知己知彼才能 百战百胜 而且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 给你一次出去 对欧洲的比赛 对于你来说 这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中国的优秀艺术员员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出去没有赢的话 也有可能下次就没有机会了 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 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 是希腊队的 切奥卡斯以8比4连先 第一局他是先输掉了 再次为你一次 我们要赢的 再次为你一下 我给你一次 比这个吉尔尼斯好 在公式开始 他现在正守卫发这个反手测拳球啊 萧球倒是没什么关系 你像龚确也有 你像布里莫拉时候也有 我印象当中肯定 龚确在双打的时候老是这么发 对 因为他跟王浩的配队上 其实王浩的反手呢 也对对方来说也是有很大威胁的 他这样发球呢可以浪出一位子来 如果你要这么正守发球 就有一半以上的球台会被你的身体挡住 他这样发球呢 就起码有只在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的位置 给对手 给自己搭档更多的一些空间 所以这个 tin 要卡斯的这个长相来看 好像年龄也挺大 也是一位老匠 也是一位老匠了 但是在场上的这种拼劲 你看 很有勾子 那看着上面这两局球 那您觉得这个奥地利队的加尔多斯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他在打这个销球的时候呢 比较偏向于稳 连续扣杀的能力呢还不够 其实如果对手的攻势很弱的话呢 你在接花球上就不用太担心 而且呢你可以把它掉进了以后 再把它冲下去 就是再把它杀下去都可以 但是你看 他是把它掉进了以后 是轻轻把它拉下去 这样呢就只能说在这种来回当中 等到对手的失误 你看这些时候对手就有失误了 他可能只能通过更强的旋转来制约 消球 也许呢就是 这个对手的销过来的球旋转很强 那你没有办法出手冲 但是要知道这样打下去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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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多斯啊 可能会到最后手软 而导致动作变形 他也想 也想 也想撑 撑 但是可能是太下了 可能没有办法 撑 其实就是 就这样的销球的时候呢 你只有通过一种节奏变化 我不要拉一个节奏的球让你去削 我可以拉得更慢一点 让你往前迎上来削了以后 我再把你拉下去 或者通过这种长一点的 或者短一点的这样的球 来调动对手的 让对手的步伐不是左右移动 是前后移动 可能难度就打了 然后再通过冲中间 或者刚才说的 打这个盲点 你看他现在拉球的 就好像只建立在一种 我拉过去而已 没有考虑到轻重的变化 或者是 他有左右的变化 他没有前后的变化 左右的变化 看这个 加尔多斯这个 拉球还是有异的基本功 我看这个希腊的秦奥塔斯 他的销球中绿色就很重 你看横线很低 很低 能感觉出来这个球特别沉 对对 他就好像落台以后 就不太往上跳了 就往来最 笑球笑得是真的 好 他这个球好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就是 他是球的上升期 上升前期就触到了球 非常快 这样的让这个齐奥卡斯 没有反应的时间 两人打成了第五 这是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前面两局 两人打成了1.1 你看这个 齐奥卡斯 就是四亿是擦边球 我觉得这种 这种队员的这种风格挺高的 在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 还能够非常高风亮节 出来自己是输掉了这一分了 确实让人敬佩 对 他就也就是一种数字 一种比较高的数字 这一卡斯你看 真正拉到他正手的时候 他用这个红面的 那个常常就是反胶的这个红面 他也觉得消不住 就倒过来 用黑面的这个消除 更转的一些球来 他红面是反胶 对 红面是反胶 黑面是长胶 这一段奥比利的加尔贝斯塔的不错啊 对 他现在就是拉到他的正手 他知道这个反胶 削这种加传的弧栓球 它是比较难 难得控制弧线 这一卡斯就是不愿意用正手去削 站在正手位去发球 你拉还是拉我的反手 这样就可能已经找到他的弱点了 但是如果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消除一个很低弧线的球 现在就是如果 切尔卡斯这个正手消除一些不转的球 可能会 扰乱一下对手 他现在就是旋转太单一了 一味的加转 一味的加转 对方一适应了 你再转也没有什么用 但如果你有这个旋转的变化 转和不转的这种变化 就好了 就能够干扰对手 现在是 加尔多斯拿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 我们看老将 切尔卡斯的体力消耗也是非常的大 这个汗水是顺着脸颊 一个劲往下逼啊 擦往同方 那这样奥地利的加尔多斯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这个切尔卡斯的这种打法就看来是很落后了 就是等于除了你发车抢功率比较少以外 就几乎没有以外 连这个中台的反拉技术你不具备 你就你就等于是没有什么攻势了 你现在看看他这个加尔多斯就拉你的阵手 如果你有反拉技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请让让朱师赫打就 那肯定就没办法 确实您说的非常对 您看希腊队的这个切尔卡斯他只是死消 稳消 第一呢是没有这个旋转的变化 第二呢他没有消中反攻 对 你消息如果缺少这两点的话 你打起来就 对方就能够很快的就适应你 你让对方拉得非常的从容 他就不安心 有足够的时间去拉你 今天咱们看了消球是看了很多了 对 女子消球四个消球 男子消球两个 三个 奥地利还有一个 奥地利有一个 三个消球 今天消球打餐 我想电视机前如果是有这个喜欢消球的观众啊 肯定是非常开心 其实我想很多人 大部分人都肯定喜欢消球 因为咱们大家天天都看惯了这个胡圈 觉得是回合比较少 一旦消球上来之后就感觉 一公一宵看上去非常好看 这个动作也很潇洒 而且回合也变得非常的多 所以还是希望这种打法呢能够 不要消失 不要消失 您给我们带来这个每个享受 对 我们现在全国比赛当中对消球就有特殊的政策 就是团体赛 团体赛的时候肯定是要上消球 以前呢就是说有一个纸板快攻选手 对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这样 团体赛必须要有一个纸板快攻 那么你如果没有赛板开攻 有一个消球也可以 咱们国家一直是提倡这个百花齐放 对 其实乒乓球呢它跟别的项目不一样 因为它是两个人对抗的这样一个项目 它存在着一个适应性 那么即使就比如说你 比如说认为这个纸板 可能它这个是一面打两面 纸板占有一点优势 但是你如果队伍里边全都是纸板的话 没有直板 那么你一旦碰见这个直排打法 你就不适应 这个不适应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对 就是你一旦不适应你就没方向 就是这样 你像在2003年的这个世拼赛的单向比赛的时候 王浩输给了陈卫星 马林是输给了朱世贺 就是因为不适应 对 其实你说如果是让他们这个经常在一块练 我想王浩马林的实力肯定是应该超过他们 对 但是就是因为队里边消球太少 练得太少 练得太少 而且自己不够重视 觉得打开就没问题 自己不够重视 现在奥地利的加尔多斯是明显占据了优势 一开局就以4比1领先 我看过张晓鹏博士 就是乒乓球博士张晓鹏写的一个文章 他就是说这个开局非常重要 在这个实施了十一分制之后 那么开局呢 如果是哪一名选手 在前四分如果能够领先的话 那么这局比赛 它游下来的概率大概在等一八点 对 这个完全有可能 这个比例是 我觉得他通过一些全国比赛 世界比赛的一些场线 然后把它通过百分比赛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真实的 对 所以说呢 也是提醒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国手呢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训练的时候 这个前面的开局一定要注意 对 就是在 我们在看全国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 零比四落后叫暂停的 这种时候也挺多的 当然是关键局 比如说第五局 或者是第四局 一比二落后的时候 打第四局 自己零比四落后的 这个概率也挺高的 刚才这个一比四落后的时候 也是叫了暂停啊 在这个四分这个段 这个前局 就是开局 所以这个希腊的这个选手 如果还这么消下去的话 可能就会越打越被动 因为对手已经对他的消息 很适应了 而且我想奥地利的加尔波斯 他平常训练的时候 肯定也经常跟陈卫星 在一块练 所以对消球呢 也是非常的适应 奥地利的加尔波斯 6比2领先 奥地利和希腊队的 两个队的大比分呢 现在是1比1 那么无论这个第三分 也就是在这一局比赛 这坛比赛 谁拿下的话呢 都会进行第四坛的比赛 也就是第一主力的较量 是格林卡对施拉格 我不知道等一下 这个格林卡对施拉格的比赛 您觉得谁的胜算更大一些 成之道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在一个水平线上 很难预料 到我从我的感觉上来说 我觉得格林卡上风雨的 我只是这种感觉 因为从两人在前面两场的发生 状态上来说 其实让您预测的是一件 非常让您为难的事 但是呢 其实您预测了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肯定更想看了这台比赛 看看到底是谁能够赢 因为这个预测呢 还得要看他们在 一个是在战术的运用上面 你比如说 你像现在这场球 那个奥地利的选手 他刚开始从不适应到适应 这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在四局比赛当中 你还没有 五局比赛当中 你没有适应到这个过程 你可能就输掉了 就是看自己在战术的运用上 会是什么样的 对吧 如果从实力上来说 我觉得 格林卡还是 两个实力还是多有 不过呢 斯拉格呢 我觉得打球挺聪明的 他的打球思路很清晰 而且两个人的性格 完全相反 对格林卡的属于激情 混合型 而斯拉格呢 属于非常成本 力量型 对 斯拉格的发球很好 如果格林卡能够 去好他的发球 退掉那种转战板的话 可能会好 我们看这盘比赛 是奥地利的选手 胜利在望 再来德国布莱梅 参加视频赛之前 那中国就是先飞到了 奥地利 和奥地利就进行了 合练 我想呢 这一个礼拜的 联合练习 可能对奥地利的运动员 也起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昨天奥地利女队 是战胜了 德国女队 也是小组出现了 这时候在比较关键的时候呢 需要一定的心理设置 对这个 奥地利的这名选手 他还是要坚持前面的战术 连续的拉中路 拉反手 其实他拉着中路的时候 就应该拉着近下去 因为前面拉近的部分比较多 你拉中路就 应该是 这个 效果是 它 应该是属于它的 比较优点的地方 我发现有很多运动员呢 就是 往往在落后的时候 打得非常厉害 一旦自己领先的时候 反而就保守了 对 很多这样的心 特别是在 一个是在 落手对抢手的时候 他如果放开拼 他就打得比较快 还有一个是在打赛里面 现在是 加尔多斯连多了五分 我觉得从他的技术动作上 已经有点发紧了 就是没有很放松的去拉这个球 所以他掌握不好这个球 这个球是销球最快的就是又高又短 你高没关系但你长对方有不好发力 到了底线 到了底线 到了端线也是很难达立的 10比10 我们来看关键时刻加尔多斯 什么面对 这个球拉落了 我们现在是老将 齐奥卡斯拿到了 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三方再次战成平均 11比11 齐奥卡斯的体力控制非常的严重 你看他的衣服这个汗啊 全都把这衣服给打湿了 这衣服这个差别 你看这个 从底分的情况下来看 心理的变化也能看出来 反正打平了以后 他的心理状态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